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個草地上都凹凹凸凸的 然後有洞 就會有時候跑的時候就會掉進去 這裡有空洞 容易跌倒 我覺得是下完雨過後 泥土濕濕的有人踩過去 就凹凹凹凸 我覺得是因為地震才要坑洞 我覺得是低年級的小朋友為了做現場去挖的 我覺得是喜好狗為了買骨頭才挖的 因為工友俗廚是我們學校整理花的俗廚 所以我們應該問他會比較清楚 那是野果拔的 要拿那個泥土把它填起來才可以 地上比較會跑 這裡有洞 所以我要先用三角錘把它蓋起來 以免大家才讓它跌倒 打算用我們家的土 把這個洞分起來 把它補起來 我一個人幫不到那麼多土 可以請爸爸媽媽幫我 我們家的土很傷 所以野果常常把洞挖開 可是我們發現 如果又把它補上去 它又會挖開 所以我們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先用石頭把底下鋪滿 再用薄薄的一層把它鋪上去 讓它看不見石頭 然後野果真的沒有再來挖了 超常還有很多其他野果挖的狗 等一下我們一起去撿石頭 去把那個洞子補起來吧 除了小石頭 還要一些平衡的甜品 小屁頭 renteаль比金 從來不知道狗也會愛挖洞 我觉得第一次用土的时候又被狗挖开了 很惊讶 所以我们先用石头垫底 所以狗就不会挖开了 上面再用土土平 这样子就感觉不会有洞 我第一次用石头挖土感觉很特别 本来以为这是公有叔叔要去填的洞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原来也可以自己把洞把它补起来 能为大家做一点事我觉得很开心 Yes I can Yes I can Yes I can